有网友就提问了说 我烟瘾比较重 所以戒烟也比较困难 这个烟瘾 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而不是一个主观的判断 那么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对烟草这种成瘾 成瘾的话 怎么去判断它的严重程度 它这个是尼古丁依赖性评分表 对于一个吸烟者来说 那么它的烟瘾大不大 我们往往通过尼古丁依赖性评分表 来进行一个判断 那大家可以 如果你是吸烟人群的话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评分表 来测一下 自己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 对对对 如果你比如说 它总共分成六个条目 每个条目上 有一个对于问题的一个回答 根据回答的这种情况 我们给它一定的分值 然后我们把这个六个分值进行相加 如果能够达到一定的分值的话 根据它的分值的情况 我们来判断 它对烟瘾的这种程度 那么比如说我们第一条 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早晨醒来 多长时间吸第一支烟 因为我们知道好多烟瘾 它早上起来 第一个想法我就要抽烟 那么我们就通过 它早上起来以后 它什么时候抽第一支烟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初步地了解 它的烟瘾怎么样 那么在这个条里面 在评分表里面 也记录进去了 醒来以后五分钟之内 就刚醒了以后 我想就摸出一根烟瘾要抽 说明它的瘾比较大 三分 就给它一个分值 最高分 三分 如果说在一个小时以后 想想今天好没抽烟的 再抽一个小时以后 那说明这个烟瘾还算好 就没有这么急 那么在这个中间 如果在半个 我们把划分 如果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给它一分 如果在半个小时内 到五分钟之间的 就是六到三十分钟之间 我们给它两分 如果五分之内 正如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就直接就给它三分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根据这个早晨醒来 多长时间吸第一根烟 我们就给它一个评分 那就是相当于说 零分到三分之间 我们可以给它评分 当然了还有其他 五个这种标准 我们每一条 根据它的这种 回答问题的情况 把它进行累计 就得到了一个 总共的一个分数 如果这个分数 那么大于这 大于等六分时 那么这个时候认为呢 这个是高度依赖 嗯 嗯